大家好,我是Edis 回到Desk Tour的下集 上次我們就說了書桌的一部份 今次我們就說了其他部份 好,那說一下這個書架 這個書架是在淘寶買的 如果你是喜歡看書的話 你也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書會越來越多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人會喜歡看書 不如你也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有沒有看書 這裡也有些手帳、水彩、設計相關的書 這裡也有些其他的書 這裡就有兩本手帳 這一本就是之前的手帳 現在就開了一本新的 剛剛用了幾億 這個區域就有很多其他的手帳 有這本之前說過 好了,一本工作用的手帳 之後就有一些其他手帳 有很多MV Notebook 還有這本是Buy Journal 接著有這本是 朱友的手帳 這裡就有一本是我以前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的畫寶 我都不太想看回去 接著 還有這個 是Story Board 我都開了來用 可以畫一些一格格 有時候會畫一些夢境 這樣 這裡還有一格櫃桶 這個櫃桶 那這個櫃桶呢 哇 就放了印章 之前說過的幾盒印章 還有一些豆豆的印章 這裡有四個豆豆印章 接著就說一下這個架 上面這裡就有兩個筆筒 那左邊這個呢 就主要是水彩筆 啊 一些Brush Pan 啊 紫萊水筆啊 還有這些是尖水筆乾 那左邊這個呢 就是一些日用的文具 有些剪刀 筆尖黏膠剪刀 塗果帶啊 鉗筆 那樣 接著呢 這裡就是黏毛紙 不同的角落生物貼紙 好漂亮啊 接著呢 第二層呢 有些什麼呢 第二層呢 這個是 Label Printer 有沒有說過怎麼用呢 那它可以譬如打 嗯 嗯 接著 Crain出來 這樣 咦 對了 那可能不夠電了 接著 這一個呢 就有一個果茶 那這裡就有些 嗯 我很常用的 水彩畫紙 明信片 那我幾喜歡這個尺寸 那我幾喜歡這個尺寸 這個 我買了一張明明的 只有一個小月曆 2019 我很期待它 好 接著到這邊了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就有一個 一盆花 那其實這個是假花來的 張書桌上面呢 有些花呢 這樣就漂亮很多啦 但我又不想 養新鮮的呢 就要打理 和會惹蚊 接著這裡呢 就是 我常用的手帳 那這裡有一盆 是 Traveler Snowbook 這就是 美紅手帳 平時在 Youtube或者Instagram 看到一些 有些人呢 已經用了很多本 Traveler Snowbook 然後就會覺得 很羨慕 很漂亮啦 但我只有一本 那這個呢 就是我自己做的 布 皮的 手帳 布皮 那裡面就是 MD Notebook 來的 另外也有 其他布 很適合的 這裡就有一些 圖書館寫回來的書 因為放在這裡 就是方便一點 記得要看 要不然就要 會遲還書 我是超容易遲還書的 每一次都是 一過了期那一天 就會馬上升起了 然後還有一部iPad 還有這裡的相簿 那這個簿呢 是裝著 我之前 畫畫的 進程 以前的畫畫都很噁心 現在 都有點進步 我覺得自己 然後講一下這個 的 小櫃桶 這個是在12元買的 上面這層 就有些相片 然後就 有時候會放些 氣飛 這樣 裝著 寫手帳的時候可以用 第二層 就是 飾物 手錶 還有 我很喜歡 用這些夾 看書的時候 你可以夾著它 這樣就可以 不會 經常要按著這本書 然後 這一層 主要是 一些 更蠟雜的東西 這個挺有趣的 這個 叫做 可以把你電話裡面的東西 在你充電的時候 放進去 放進去 風筒 放在這裡 其實都不是用來吹頭 是用來 吹乾水彩 那 重點來了 那這裡究竟是什麼 那就是 Tada 角落生物 那 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個好像 任雲有看過 1018.9 我覺得 這樣的時候 切開 是很有 1018.9的感覺 那 他們就是 我很喜歡的角落生物 我最喜歡的 粉圓 他們就是 珍珠奶茶 吃剩的 珍珠 他們有不同的顏色 一些粉紅色 粉色的粉圓 和黑色的粉圓 都是吃剩的 我很喜歡他們的 那我就買了這個奶茶瓶 裝著這些珍珠 我很喜歡角落生物 是因為 我覺得他們的角色設定 很有趣 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 和他們的故事 都很搞笑 那我看看他們 看他們的時候 那個人都會開心一點 那剛才就簡單說了我的書桌 有些什麼 和我們怎麼放東西 那不知道你最喜歡哪一部分呢 那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